X球探,好久不見了 這集想跟大家好好聊聊VNL 稍微有在關注排球的朋友們 可能會對VNL有一點印象 也許是從那些在國際賽大方移彩的怪物們的表現 進一步聯想起 欸對,他們好像都曾經在VNL這個舞台上展現過驚人的身手 但仔細想想 你可能不知道VNL實際上值得到底是什麼 今天我會由三個方向切入 和大家分享 分別是VNL的賽制、參賽的層級 以及中華隊要怎麼做才能取得VNL的參賽資格 一一用簡單容易理解的方式來告訴大家 VNL的全名是Volleable Nations League 排球國家聯賽 包含男子組和女子組 它不像有些大型的國際賽 隔兩年甚至到四年 VNL是屬於每年都有的國際聯賽 為什麼特別強調目前呢? 因為賽制是會隨著時代不斷的更新 也許你看到這部影片的時候 賽制也有所不同了 如果是這樣歡迎底下留言 就讓我們先以2024年為例 VNL男女分別各取16支隊伍來繳除最後的冠軍 賽程分為預賽和決賽 大致上預賽為三周決賽為一周 因為是國家聯賽的關係 地點也會隨著每個禮拜周做更換 像是2024年的女子組預賽 分散在土耳其、巴西、中國、美國、日本 決賽則移動到泰國 2024年的男子組預賽則是在土耳其、巴西、日本、加拿大、蘇維尼亞、菲律賓 決賽才會移動到波蘭 OK比賽時間大家了解了 舉辦地點也有一個概念 接下來進入到VNL的長次 每一隊在預賽階段會對戰到12個不同的對手 聽起來很多仔細想想 難得讓這麼多國家湊在一起 又是聯賽的性質 好像是應該這麼多比賽才對 那經過一連串的交戰 三周後會根據這些對戰的成績 前8名的隊伍進入到決賽 是不是聽起來都還蠻正常的 但正常的下一秒 不出意外的話就會有意外的發生 剛剛提過決賽有決賽的舉辦場地 要是萬一決賽的舉辦國沒有打入決賽呢? 那麼尷尬的情況就會很容易發生 這幾年我們看過很多大型國際賽事 主辦國如果沒有地主隊的參賽 票房以及各種的周邊收入勢必會是一大衝擊 為了避免這種事情 地主優勢OK吧? 沒錯 主辦決賽的國家擁有VNL 保證進入八強的資格 這種外掛條款 嗯...好像蠻公平的 又好像沒那麼公平 但規則就是規則 既然明文規定了 就讓我們看下去會發生什麼事 也是一種樂趣 不論最後進入到八強的隊伍是哪幾隊 決賽呢 採用的是單敗淘汰的機制 根據預賽階段的排名 進行所謂輸了就沒有明天的殘酷擂台 VNL的參賽層級基本就是個頂級國際賽 用一個簡單的金字塔來說明 底層如果是亞洲挑戰盃 題外話這是中華隊可以參加的比賽 必須要贏得冠軍 也就是大約要從十幾隻的亞洲隊伍中脫穎而出 才能代表亞洲參加挑戰盃 然後在挑戰盃裡和世界各州大約8隻的豪強球隊中勝出 才能取得VNL的參賽權 可以說是一個需要兩個冠軍的距離 中華隊要怎麼取得VNL的參賽權呢? 隨著VNL的改制 2025年 從原先16支球隊的規模 預計會擴張到18支球隊 成員國會是2024年參賽的16支球隊 加上新增的兩支隊伍 分別會有2024年的挑戰盃冠軍 和未入圍這17隊 世界排名最高者會入選 分享一個小小的戰績 大家可能比較有感覺 2023年的男子亞洲 亞洲挑戰盃冠軍 泰國 進入到下一層的挑戰盃 最後排名是8隊中的第7名 2023年的女子亞洲挑戰盃冠軍 越南 進入到挑戰盃後 獲得8隊中的第8名 代表亞洲的球隊 雙雙在其他州的夾擊之下 是有一些壓力存在的 如果不是藉由挑戰盃冠軍 想要進入到VNL 另一條路是靠世界排名 如果簡單的劃分 把已經取得17隊參賽權的隊伍 當做世界排名前17 那麼中華隊在國際上 目前的男排是43名 女排44名 也大概需要20多名的提升 才有辦法取得參賽的機會 好的 以上就是今天的X球探 是不是有讓你更了解 VNL是什麼樣的賽事了呢 今天會做這一集 也是想提醒大家 別忘記關注接下來 5月即將開始的VNL賽事囉 歡迎留言你對2024年VNL的期待和看法 喜歡影片的話 別忘記按讚訂閱加分享 我們下次再見 我們下次再見 觀賢 個人評論是誰可以像中華音 itb萬一般